英国从1975年之后 今年第一季度是首度面临了二次的经济衰退 不过这个奥运在7月底就即将展开 英国政府想要借此去提升他们的经济 也可以赚一些所谓的奥运商机财 而目前我们就观察到 已经有几十种周边的商品还有纪念品 现在已经在伦敦的街头开始大打商机战 而且在奥运的主场馆周围 其实也盖了全欧洲最大的shopping mall 来到特拉法加广场 这里是英国伦敦最重要的交通运输中心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观光客聚集在这里 因为今年奥运就办在英国伦敦 因此这里也放了一个倒数计时器 让民众一起倒数 We are go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go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挤满了人群奥运倒数计时 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 伦敦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 也摆上计时器 全球观光客都来到这儿超胜 全世界都以这个时间为基准的英国大问中 到时候7月28号英国伦敦奥运开始 也将会以这个时间拉开奥运序幕 奥运倒数计时前 不少观光客开始涌入伦敦市区 皮卡地理广场前的大型广告看板 电子产品 饮料赞助商 砸下千万元 造就卡位奥运商机 热闹的伦敦牛津街头 大型百货橱窗内 摆满伦敦奥运商品 吉祥物 前卫造型的单眼玩偶 设计英国国旗版 还有皇家守卫版 文具 杯子 书包 抱枕 奥运商品 琳琅满目 主场管旁也成立了奥运货柜专柜 大抢观光财 而伦敦拿下奥运主办权之后 英国开发商联手澳洲Westfile集团 市资17亿英镑 折合台币850亿元 打造全欧洲最大的室内购物商场 大型品牌全球旗舰店进驻馆内 里头14家大荧幕电影院 还有超过250家品牌 75间以上的餐厅 开幕当天已经涌入10万人潮 一年预估吸引2100万人消费 年营业额高达500亿元台币 奥运期间消费力道 更是至少成长一倍以上 奥运变化会主要在伦敦的东区 所以我们特别制定的一个计划 我们要去伦敦的东区好好玩一下 去看看那些正在建设场馆 可以看到这里聚集非常多的观光客 而在后面就是英国非常有名的白金汉宫 这里就是当时威廉王子跟凯特结婚 在二楼跟大家say hello的地方 今年奥运就在英国举办 想必在7月的时候 人潮将是现在这里的三倍以上 2012年奥运前进伦敦也带动英国观光景点 西敏寺大笨中伦敦塔 白金汉宫挤满大批观光客 伦敦奥运英国早就准备好 就盼商机前朝能输解经济衰退窘境 伦敦奥运倒数计时 中天奥运彩线团 主播卢申芳 记者黄淑文 前进英国竞技偿还贴身第一手采访 精彩内容请锁定中天新闻 前进伦敦奥运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